我是英姨26號 廖曉飛 然後我國小的時候想要當醫生 因為我爸媽鼓勵我 就是告訴我醫生可以賺很多錢 然後又可以救人 對 是個不錯的工作 那可是他們也告訴我說 在從學期間想當醫生不容易 就是要非常努力的讀書 然後我爸媽還講說 在醫學院畢業以後可能還要在大醫院 就是當實習醫生好幾年這樣 才能出來開診所 所以我就怕吃苦 所以我就沒有這個夢了 對 然後最近就是爸爸有提到讀電機系 就是可以找到不錯的工作 那從光電業 通訊業 半導體業 電腦業 就是都可以 就是都需要電機的人才這樣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自己還蠻適合這方面 因為常用手機或電腦的時候 都會覺得這個地方好難用 就是想要把它改善 所以就會覺得自己想要去試看看 就對 然後想要做這一行的話 對電子產品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了解這樣 然後將來希望可以更深入探索這些電子產品 我也會請我爸爸帶我去可能電信行 或者是那個佳樂福之類的那種 那個 對就是適用電子產品 然後仔細觀察他們 然後這樣也是我會對電子產品的 1號王晶瑩 然後我從小有一個夢想就是當導遊 不過最近有幻啊 就是希望變個外交大師 然後因為從小的時候我就對語言充滿了熱愛 然後再來我對外國充滿了無限的嚮往 然後也並希望自己能為國家盡很多份行李 而大師的全名叫做特命全權大師 是跟外交官工作性質十分相近 但並不是一樣的 外交官只是負責溝通和協商 而大師的工作是代表帝國元首及政府向住在國表達意見 及達成兩國的協議 而他的所作所為也都是影響到國家的 大師的職位是外交官裡面最高的 大師可以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權跟卡 因為心音也蠻高的 所以我媽是希望我可以去做大師 然後也因為有了這個夢想 並且往這個夢想去追求及實現 現在的我必須將四國語言好好學好 而我的計畫是想說 等我把英語全部學好之後 再去學習法語之類的 然後其實還要再學習良好的口才 政治及金融等觀念 凡事都要為別人的利益為重 最後我相信有志者是進程 我想大師的夢想就會成功 謝謝大家